早上,各位觀眾,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柏欣 來到7月22日港股連線時 有一陣子沒有見,先報回環球狀況 隔晚美股回吐,導致結束九年升 收市跌了77點 恆指仍然在21,000美至22,000的位置徘徊 現在是在21,920美 今早是低了一點 國企指數亦是低的 現在恆指狀況正在21,988 下跌82點 今天會有甚麼走勢或策略呢? 我們請來衍生工具部主管陳嘉宗 和我們分析市房,幾月早晨 早晨 昨晚美股都跌得 本身試過跌得幾下 最後都收紮一點跌幅 主要有幾項貨幅 負存量是最近的新高 有的有壓力 第二就是那些日元那些變成強勢 少許強勢而已 因為始終高處不升航 有些回討都不站 香港這邊也是 就是學來說說的 上到22,000 接近22,200的位置 但是還沒有上升 那裏有一大堆的蟲 那裏差不多1500張 還沒有殺 昨天就殺到21邊那些位置 上面還有少許 大概200多張左右 今天回來也沒甚麼殺 因為始終是有危害的 因為今天抽上來之後 下星期回來就會有些轉瘡活動 那去到快要有些轉瘡活動 那有機會就可能都會試回下面 他先知的 即是先知他那個支持的力度 還有那個 那個 未來的那個走勢 那我相信那個轉瘡的位置 可能在下面那些位置 21,600以下 那如果跌穿21,600 那可能就會回落一點點了 那些位置大概在 可能看到21,600至21,600 這個中間的位置 那如果站得住 那可能就在上面轉瘡 那到結算才走下去也不定 那現在目前為止 我都是覺得 繼續減持好瘡就比較穩陣 那有沒有甚麼股份 有甚麼推介 板塊會特別是看好的呢 在這個階段下 那最近都比較多人說電訊股 那因為 就是941 就這幾天就衝得很快 衝到97個幾千元 98元的了 那另外那兩隻反而 就是中聯通和中電訊 就以中電訊就跑先很多的 那因為他就是 那首先他穿了3.7這個位置 那穿3.7就是現在做3.8多了 那中聯通的問題就是 在於他自己的上客量 之前的公佈出來就不一樣的 那所以就似乎就 那個股價就很難再上了 始終那些 就是這麼多年 那些業績好像不太交到 那所以就先放在這個中電訊那裏 那也都接下來有些新的計劃會推出 那所以就 那還有之前 為甚麼會炒這個電訊股呢 就跟這個鐵鐵公司有關係的 那如果三家來說呢 那第一個受惠就應該是中二棟 第二個就是中電訊 那中電訊的商量較少 因為基建率也較少一些的 那見到在這幾個月之下 能夠炒呢 總炒到7.28的了 那現在你看到7.28 就看看可以再上得多高的了 那我看到三個8.28 這些位置都會是很大的助力的 那既然我們剛才有這樣的策略 就是說 那都是減齊一些豪倉呢 那我覺得這些即使炒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它都還有一些力 可以炒多兩轉 那但是就 就 如果不中的話就不要留戀了 我覺得 接下來試了一回的話呢 都有機會都會急 還有快的 那這個都大家要注意了 那所以在個別股份 或者板塊上面呢 那我就不特別推介哪一類 那如果最近 很容易很多人說的就是 可能是聯想 那暫時站在五個二樓上 那那個 支持位是逐步推高的 那這個 就是我本身有的 我都會跟大家說是 就是我都打算是 長線持有的 所以就 不會因為 就是有時 跌過市跌 那些股票都不一定跌的 那所以都可以就 就 沒有問題的 OK好 那多謝了 Garry的分析 觀眾記得小心 以上股份有沒有需要申報 那 剛才說的就是 992 OK好 那 明天同樣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